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和谐 不过是因为我们强人宠罗 许多时候我们以人之间的感情搞不好 因为我们什么呢 用自己的标准去求诸以人 I demand you should be like this This is my standard Why? How come you are not up to my standard?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所以世界上的哲学家像孔子 他没有上帝的启示 但是上帝普遍启示 在众人心中的运行的时候 他回应的时候 他竟然讲的这句话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你为什么对别人有所要求呢 而你对别人要求为什么不要求在你自己身上呢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人要做得到呢 所以当你对别人有所要求的时候 就表示你是强人宠我 是唯我独尊 这样就变成不公义的开始 你说我是啊 我能尊重人啊 所以他也要尊重我 那如果你先尊重人 要人尊重你的话 又表示你的灵性还不够 因为你是得到报伤的目的 得到报伤的动机 才作为你对人良善的一个出发点 这又不对了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是很深的伦理 我对人好 因为我是基督徒 人对我不好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我对人尊敬 因为我有灵性 他对我不尊敬 因为他灵性没有这么多 如果他灵性没有这么高 我要求他做到我要他做得那么高 这个是苛求对不对 所以一个八岁的孩子 为什么你叫他初中毕业呢 因为他八岁嘛 你说我九岁的时候 我就高中毕业了 你天才嘛 天才是什么 天才天才 天上掉下来嘛 他不是天才 他不会做到 所以每一次看到别人做不到 你说做到的时候 你只能怜悯 你不能苛求 这个很难学到 这是人生 人与人关系中 很难学到的事情 就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就多启发 多鼓励 多教导 多饶恕 多明白 多体恤 少要求 少强人从我 少对别人有过分苛求 的这种追讨 这样的我们才能 修习以人 以人之间的关系 跟和谐的一个和平 跟和谐的可能性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